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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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我们现在进行比赛的地点呢是辽宁安山 我是本次比赛的解说员陈思思 这次很荣幸呢请到了和我一起搭档的解说员赵副姐赵老师 思思好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场上进行的是女团小组赛的第一场是四川队对战我们的广东队 两名运动员呢一个是来自四川的郭燕和广东的黄颖琪 郭燕去年是2017年代表四川夺得全国全运会的团体冠军主力成员 黄颖琪是一名国家二队的队员 年龄非常小今年可能是16岁 2002年的选手 郭燕是97年 郭燕在四川战胜黑龙江省队的比赛当中全运会的时候立下大功 也是四川女团第一次夺得全运会的冠军 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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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运动员打球回合很多 因为这个相对来说 女运动员的力量和速度 还是比较男运动员来说 还是要稍微差一点点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 比较多的一个伤持 而且呢互相也都不怎么吃发球 对 漂亮 乒乓球不管怎么打 还是主动发力 不动进攻 要有优势 郭燕的进攻还是很果断的 很犀利 两个队中呢都有知名度很高的运动员 一个是四川的朱雨林 广东的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外号绰号小枣 那可以说是目前女运动员当中排在中国的前三名的 漂亮 刘士文 刘士文 很多 很多球迷都特别喜欢这个刘士文 对 所以形象的汉德汉小枣 成绩确实是不俗 昨天在他练球的时候 包括我看为什么能成为打到这个水平 他们的职业素养非常高 在昨天的例行的训练当中 赛前的热身 我一看 非常的认真 整个一套动作做下来 最后累的是 我看浑身是汗 确实这个运动员能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 台上的每一次精彩的表现 台下都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汗水 我觉得现在看场上 郭彦的话 他失误很少 因为女运动员经常会出现那种进攻失误 或者防守失误 从三队来说 从三队来说 这场上还是郭彦比较主动 他偏向进攻 而黄勇齐更偏向于防守这一块 一个擦边球 对 运气球 在十一把 郭彦就很稳地拿下了精彩的地方 郭彦也是身高必长 他护台的面积要更大一点 台下朱玉琳 镜头已经 主教练是邱易可 来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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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双方回来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漂亮 郭彦好像这个 感觉力量很大 对 郭彦的打法 其实比较偏男性 就跟男子与诺员的打法 是比较接近的 还有着身体条件 对 身高必长 又来了 这个沙本 没打上 对 但郭彦对这个球的 把控节奏还是比较好的 你可以看得到 他的主动变线呀 他对球的打控的 这两个事物都出现在 反手的伤持 然后他想变正手的时候 这个侧身位的这个位置上 漂亮 漂亮 正环手 大角度的调动 对 黄昀奇 这个游戏 变线的意识很好 但是角度太开了 所以直接就吃着了 广东的这名运动员呢 今年才有16岁 准确的来讲 这个年龄段 还是正在打 青年比赛的事 对 他俩 所以这个感觉 这个从力量上来讲 不在一个评断上 但是黄昀奇打球很有灵气 移动的速度也非常快 防火 好 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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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这局郭艳的失误明显增多 对 因为在相持之后呢 其实女运动员打得没有男子运动员这么稳 所以可能会双方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失误 这个时候就看谁更稳一下吧 因为他们现在女子运动员的这个力量上来说 可能很难一板把对方打死 连续大角度的调动 而且郭艳的那个反手他那个球是非常顶的 就看着好像是觉得球回的又不是很快 但是球其实是很往前冲的 也是果断的上手啊 虽然说我不能一板进攻直接把对方 不能直接得分吧 但还是会主动一些 这太暴力了吧 女孩子很少这样打球的 是的 那这个也是黄远奇接的稍微有一点高 就给了郭艳这样一个机会 加油 加油 车里好这个再发球 发球得了两分 追到七米七平 小姑娘有点刀急了 交了一个赞提 刚才是七平五领先 是连续丢了三分 这时候也会比较考验那种年轻运动员 黄永奇真的是很年轻 很多孩子这个年龄在家里面还撒娇呢 对 所以会想说看一下这个赞提 能不能帮黄永奇扭转一下现在这个局势吧 嗯 秋一可 啊 那个是广东 秋一可在给郭艳做指导 看来这个郭艳那个身高确实是高 他跟秋一可站在一起 感觉比秋一可还可厚 对 其实黄永奇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运动员 其实他有个很难得的打法 就是他打成很稳 他可能是女孩子吧 他先以防为主 有机会有再进攻 所以这个还蛮难得 就这个时候说控制一下自己的失误率 因为相对来说 女运动员在相持过程中 出局失误率的带率会比较大 嗯 自己三分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漂亮 他其实这个球如果上台子是一个非常好的 做了一个假动作 对 想欺骗对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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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确实是大 黄晓琪的得分 这一局有很多得分 都是靠郭艳的失误来得分 对 郭艳打的还是更为积极主动 对 因为相对来说 黄晓琪更偏向于这个防守 漂亮 这是连续两个 发球之后用反手骑板 而且黄晓琪的反手拉的旋转是很强的 又一个运气球 十比十平 翻错了吧 比分 对 郭艳领先 郭艳领先 高质量的变现 郭艳也是 郭艳是 全国团体 去年全员会全国团体冠军的主力成员 对 看来是实力不俗啊 但是广东有 有这个小枣压阵 也是非常强悍的这个实力 对 而且相对来看 觉得黄晓琪这么年轻的运动员打到这个样子 包括也有一个比较大比分的落后呀 还会觉得他还算是挺稳的 我觉得说再历练两年 也是我们 也会是女队这边燃燃身子的一个新鲜 那是 这个广东省队 把他列到这个主力里面来打强国的这个比赛 对 肯定是从实力上来讲 从潜力上来讲 都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苗子 对 好 比赛继续 第三局 总有激发球 0比0 他护露正手以后啊 还是回防的有点慢 嗯 还是过样的这个脚脚掉 他确实是开 突然的加快了一个节奏 漂亮 漂亮 你看这个就是郭燕一直都掌控着 对这个球调动的这个主动拳 有速度 有旋转 有落点 对 其实我没说 对郭燕的这个经验啊 他也是相对于黄友琪来说 因为郭燕虽然年纪大一点 他也是97年 就刚刚21岁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 也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对 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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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看出我们这次的 18年的全国级比较赛 各个手 派出的这个代表的运动员 也都是偏向于年轻化 能够进入决赛阶段这个比赛啊 本身都是强队 在今年的六月份在天津 先进行了一个全球会的淘汰赛 还是角度 角度调得太开 郭远对落点的控制力 这方面的记忆还是个高于欢喜 这次看准了一个机会就反攻过去 因为前几个球一直都是郭燕先进攻 黄远奇就很被动 我的感觉啊 听胖球随着这项运动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这个运动 尤其是中国各项体制完备 训练体系特别发达的 乒乓球这个运动会越来越多的对身材啊 对力量啊 身高啊对这些要求会越来越高 对 我就发现在这个赛场上 就是这种无论男女 打到这个程度的肌肉的发达程度 身材的这种协调性啊 身高的这种高度也在发生变化 感觉现在的运动员要比以前的运动员要高很多 男运动员基本上马龙在里面是中等 对 我看很多这年轻的运动员都呃 一米七八一米七九有的是 因为现在这个球变大了以后 它相持起来回合更多 你更不容易打死对方 对体力的要求也更高 对 而且现在的这个旋转的优势会变得越来越不明显 因为它会转得越来越慢 所以我们更多的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 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个训练的侧动点放在力量上 这是七比七 个子矮的想打出来啊 会更难 会越来越难 你要跑得更快 移动的步伐要更快 其实郭燕从开头啊 跟这个黄远奇对战开始 郭燕都占据一个主动的优势 也本身郭燕的失误就 失误率跟黄远奇是差不多的 然后他又占据一个主动进攻的这样一个优势 所以还算稳 原来张一银就是一个防守很健长的运动员 不光进攻跑 你打不死 对 他护台面积很大 张一银的身高就属于那种 这个地盏特别特别大的 特别长的运动员 你看他们两个就身材对比起来 对 他就是老是体育奔命 够不着 够不着球 10比8 郭燕的赛点 两个正手一个反手 对 尽管那个球没上 但是绝对是个好球 这个落点的意识 他已经把他连续两个正手 已经把他调到正手了 这球打上对方会就会很难受 要么接不住 要么出高球 叫了一个半题 还有这局还有一分的优势 想直接3比0拿下 我们在乒乓球的比赛规则里呢是 每一方的运动员是可以做得很大 叫一次 不多于一分钟的暂停 嗯 但也是只有一次 所以现在也可以 看得出郭燕也确实是想3比0之间 结束战斗 时间到 时间到 时評 连续的丢了两分 这可关键 这看来 官艳高材的这个暂停 相当于是给黄艳奇效的一个暂停 没有起到效果吗 对 还有机会 三比零拿下对手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人呢 真的是相持起来 对冲力量的话 还是郭艳够有一些优势 包括郭艳对这个落点的这个调动 球落点的调动 漂亮 很棒的 黄艳够齐更多的就是我跟你拼一下这个 我就是硬打 他的调动不是很多 很棒的 小鸟 忍住 忍住 其实慢慢的 黄冰区找到了 好像找到了感觉一样 对 这打球就是要太稳嘛 你想把对方一板打死的时候 你想增加力量 你也增加了自己的这个收率 欢迎其搬回一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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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